FHA 大家好,我是詹明德,歡迎回到我們的課堂 之前我們是系統的講了一下法律法規方面的要求,各種法案 以及我們要做的是從合規的角度去討論了解對我們LongOffice的基本要求 和了解我們需要儲備的知識儲備 那接下來呢,從現在開始我們要開始正式的接觸一些具體的貸款產品本身 各種整體的分類,以及具體的產品的不同,具體簡單的要求 今天我們先開始的第一個項目叫做FHA,B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它是HUD的一個Agency,就是HUD下屬的一個Department 不同的政府部門去提供一些不同的擔保啊,或者是保險 或者去保證這些弄的產品都在市場,比如說我們去維持或者是去支持一部分的特定的接管人 FHA呢,作為其中的一個部分,它針對的是資助房的客人 那麼第二呢,它是針對一些相對可能首付比較低,信用分相對比較差的接管人的 它提供的主要方式呢,它是保護我們這些Lender 去保證當客人無法放款的時候,作為FHA他們來Garanty的來償付給這些市場上的各種銀行啊 或是Direct Lender,這樣的話保證這些Lender才能夠保障去放款 接下來它有一些簡單的Details我們需要了解的 第一個它對Income本身是沒有要求的,所以說它也沒有最高的這個Lower Mark限制 但是它簡單來說它是基於你各個County,每年都會出現這個Long Amount的上限 包括Conforming和Hurang這樣的High Balance 同時它的好處是什麼?它沒有Prepant Penalty 大部分這些代管產品本身都是沒有的,所以說我們需要了解一下 它首付的要求最少可以做到3.5%的首付 FHA的對於房型要求是1-4Dunican的Owner Occupy 簡單來講就是你必須自入房然後1-4D-4Dunican的我們之前講過 這個就是普通的住宅的Residential的房子 然後它對房子的你的使用要求或者叫Ultimacy的要求呢 是說你在Close的60天之內你要搬到這個房子裡去 你要去住進去Ultipy這個房子 同時呢你要保證在裡邊至少多住一年的時間 異常情況下我們有一個60和1的要求 這個是對於大多數代管產品 所以包括後續我們可以強調到VA甚至是Convention 都是有基本的要求就是當你自入房的話 你需要保證在Close60天之內你要能搬進去 同時你要是要在裡邊住一年 然後呢它的Ratual的要求呢是31-43就是FrontEd 31 BackEd 43 然後呢它的關於這個Late的Charge 因為這些弄的要求都不一樣 FHA本身弄的你的LateCharge是4% 這個Late是說你過了這個月的15號之後 才算Late然後才開始收你的LateCharge FHA最長的工作Term是30年級 同時這個利率本身是由Lender來決定 FHA或者是HUD本身是不決定利率的 它不僅不知道你市場上是這種市場形態還是不參與的 另外呢它對客人本身呢也有一些具體的要求 計劃人來講呢假如說你有一個法庭的判決 非在身上的話你是不可能的 申請的到FHA用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法庭判決還有學生貸款 或者是聯邦的聯邦層面的債務 你這些都是要把它清涼掉之後 你才有可能去申請到FHA貸款 對FHA來講呢 Tender Writing審核的時候 它是用的有一個叫做CARS 就是C-A-V-R-S 它是一個簡稱 簡稱就是Credit Alert Bervication Reporting System 還去審核去核實這個貸款人的身份 這個是一個國外的國外的審核 要求是Seller Concession Concession的意思就是說 Seller可以給你的Credit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最多是6% 那麼換句話當你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假如Seller說給你很多很多Credit 超5% 這個是不可以的 對於FHA來講的話 類似的其他論點 其他論點產品也會有類似的要求 直播數量讓它們會不一樣 FHA有一個很明顯的特性 就是這個論是Assumable 什麼叫Sumable 就是說這個論是可以轉的 當然要獲得批准 就是說從你的這個論的Servicer 還有Hard的部分要批准 這個FHA論的Assumption 叫做Novation 簡單意思來講就是說 我有 我現在我是一個FHA的 普遍的包容 我當你買這個房子 現在我這房子可能賣出去 但是這個論還在 可不可以把這個房子 直接轉給這個 另外幾個那個賣家 FHA是在滿足一定條件下 是可以轉的 VA在滿足一定條件下 是可以轉的 然後呢 對於這個信用分的要求 3.5首付的時候 我們最少FHA是3.5首付 這個其實和相對於我們 傳統的Convention來講 已經沒有什麼優勢 Convention後續調整中 現在還是不做到13%的 但是它針對的好 針對的可能是你的信用分 很低的情況下 580分的信用分的話 一般就3.5是OK的 假如說你比580還低的話 那麼你可能 在其他的產品 基本上都戴不到 你沒法做 總體來講 FHA做了Loan Off 應該清楚 知道它的優勢 就在於說 可以幫助很多 那些信用比較差的情況 可能不管什麼原因造成 這樣的人 就得到它的主房代表 然後對於房子的要求 就相對比較簡單 它總體來講就是說 你不能有安全 或者對人身傷害上的隱患 你就可以了 這個主要是作為銀行來講 我們通過Appraisal來決定的 討論完這個房子的審核要求 就是標低目的審核要求之後 我們再說一下 Underwriting的過程中的要求 這個是簡稱可以用5個C來表示的 一個是Credit 就是要看你的信用分 雖然FHA對信用的要求非常的低了 包容性已經非常大了 但是它還是有要求的 第二個C是Capacity 意思就是說 其實是指的你的工作情況 就是指你收入不受雇用的情況 來確保到底有沒有還款能力 第三個C是Cash 很簡單 是你的Asset 你的收付 情況是不是滿足條件 已經在你的帳戶裡了 第四個C是叫Collateral 其實就是抵押品 就是我們的這個房子 第五個是Character 實際上就是指 借款人本身 作為Underwriting審核來講 確認你有足夠的還款意義和動機 去做暗示的還款 那麼這五個方面 審核完了之後 才有可能去獲PFHA的代款 接下來我們再討論一下這個Scorecard 它叫做FHA有一個Total Mortgage Scorecard 它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Technology open to approve the lender 每一個這句話的每一個手字母說 也加起來就是Total 它是一個Scorecard 是FHA用來判斷說這個Loan 或者審核這個Loan 是評級是否滿足FHA的要求 它主要是提前在包括用分 在這個Scorecard上會有新用分 同時呢 會有你的每個月的Monthly的Expense 會體現出來 同時呢 你的Monthly Payment 每個月要還多少錢 是在這個 你有幾個月的Reserve在這 同時呢 你叫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那個Long-to-Value 就是LTV 你的貸款額和你的整個房子的Values 最後就是Long-term 保證 比如說你這個還款期限啊 包括具體的Program 可能是具體是RM還是Fixed 這個都會有影響 會作為一個整體的Picture來考量 來判斷說你到底是否符合我們的期待標準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FHA繞不開的Mortgage Insurance 所有的FHA都會要你有一個Mortgage Insurance 比如說你FHA超過20% 你也是有這個 也是有這部分的費用的 然後FHA呢 他收的是兩部分的錢 他還有一個叫做Upfront的Mortgage Insurance 這個錢呢 是做的FHA都會用的 他這個錢是用來幹嘛 就是保護Lender 就是大家就相當於是買一個保險來保護 當有很多很多的FHA 當有一個還不起的時候 這些保險就會Kick in 生效來保護這些Lender的利益 這樣的話才能保證 整個這個市場是健康的 有足夠的動機去做這些貸款 在視頻的最後 非常感謝大家的觀看 希望通過我的分享 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和啟發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更多的考點和知識點 可以掃描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註冊 免費領取我們的讀書筆記 如果在學習的過程中有任何問題或者想法 也歡迎大家在視頻的下方點贊留言 我會及時回覆並且為大家一意解答 同時希望大家能夠多多交流 共同學習共同進步 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和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